高龄风乃是三年儿子首接父母恩怨。银人五年妈妈偷吃的她累爆,我爸离开前跟我说。 高龄风乃是三年儿子首接父母恩怨。 银人五年妈妈偷吃的她累爆,我爸离开前跟我说。 高龄风乃是三年儿子首接父母恩怨。银人五年妈妈偷吃的她累爆,我爸离开前跟我说。 青蛙王子高龄风乃是三年,当时她和前妻金友庄离婚时,吵得轰轰烈烈,两人撕破脸互相爆料。 金友庄先是一口咬定老公有X病,高龄风又反击她外遇,一度闹上新闻榜面。 如今人世已飞,一向保持沉默的儿子宝弟,终于首次松口爸妈混变主因。 据苹果报道,金友庄和高龄风结婚17年,育有三名儿女。 2012年离婚时,金友庄对着媒体控诉,高龄风生活混乱,还然有病。 但她却被拍到和飞文男眼镜张,张志坚,关系暧昧,不仅被拍到车吻照,还在男方家过夜四天。 虽然夫妻俩离婚后,金友庄和眼镜张顺利交往,但却无法走到最后。 她曾经说过,和高龄风的婚姻,就像一场不真实的梦,而和眼镜张,就是缘分尽了。 对于爸妈的婚变,19岁宝弟始终认为,只知道我爸真的很爱我妈。 谈到妈妈的男友眼镜张,她表示不好意思评断他人,但介入别人的婚姻,真的是个错误。 虽然眼镜张曾想要亲近他,但宝弟始终保持距离,觉得对方是有目的的吧? 而处处防备。 不过他认为,爸妈混变的最大原因,其实是钱。当时高龄风被骗钱,财产掏空,沦落到必须卖房还债。 宝弟回想起说,那时才真的意识到,家里没钱了。 印象中,爸妈总是很相爱,跟着高龄风四处表演的他,父子之间的话题,永远是你妈妈真的很辛苦。 高龄风离开那年,宝弟才16岁,靠着爸爸提鞋出道的他,笑说。 我爸离开前跟我说,不会留给我一毛钱,但他给我很多人缘和朋友,那些在我脑袋里,谁都带不走。 夫妻之间的缘分? 谁也说不准,已经进了就很难挨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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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